香港的賣地歷史可以追溯到141年開埠時 以一何之隔的深圳就到了改革開放後 在1987年才有第一次的土地拍賣 改革開放前,新中國奉行土地公有制 根據憲法,任何人或組織都不可侵佔、買賣、出租 或非法轉讓土地 土地一律由國家或撥人民 由於沒有使用年期限制 而人民亦沒有需要付款租地 令土地得不到有效的運用 改革開放後,城市需要資金發展基建 內地在80年代成立土地管理局 開始實行土地改革 根據內地媒體報道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後 市政府為了開發七通一平 即通水、通排水、通電、通路、通信、通暖氣、通延氣 和土地平整,導致債台高速 為了增加政府收入 香港商人霍京東 就向當時的市領導建議 通過轉讓土地使用權去增加政府收入 後來意見獲得採納 深圳當局參考香港賣地政策 將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分開 將過去無常、無限期使用的土地 以有常、有限期的形式轉讓 1987年12月 深圳破天荒舉行了全國第一場土地拍賣 第一塊拍賣的土地 是面積超過8500平方米 在深圳水庫旁邊的住宅用地 使用年期50年 底價200萬人民幣 每口價50萬元 吸引了44間公司鏡頭 最終地皮由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投得 成交價是525萬人民幣 整個過程只花了17分鐘 拍賣師博取的音樂 就成為歷史定價 開創新中國的賣地先河 幾個月後 全國人大修改憲法草案 列明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規定轉讓 此後全國各地紛紛仿效深圳 透過賣地去改善地方財政 根據財政部資料 2020年 全國所有城市的賣地收入 達到84000億元人民幣 目前全國46%的財政收入是來自賣地